新手來了 測試測試 好 大家好 早上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 會維持一整天的開源新手村的活動 那我們這邊會一直到 下午4點都是專門準備給 各位新手啊有些不是新手 假裝在這邊的人呢 的一個非常好的新手的體驗 那他可能 這個課程會包裸萬象 各種各式各樣的演講 那今天第一場呢 我們就會請到這兩位就是 大家都知道他們是曾經被 誤認為是兄弟的兩位 一位是Lutra強哥 另一位是Blue Tea 然後他們的簡介 強哥以前是在跟我一樣在中文醫院 打混的 跟我一樣在中文醫院做這個自由軟體的推廣 然後他專長是在法 法律研究這邊然後他後來去 對岸發展之後混得好像也還蠻不錯的 現在又回來 短暫的回來幫我們做一些分享 那Blue Tea的話他以前也是社群的 長期的這個 貢獻者然後後來跑去這個 資安院那邊當顧問嘛 好那這兩位因為都在 在這個產業界跟學界 有待過一陣子所以我們 就覺得蠻有趣的齁就希望今天 來跟我們講一下他們 各自心中對open source對開源的想法 然後我們今天 會透過trail的方式來 不是trail 不好意思 上班上太久 再透過那個slido的方式來提問 好 然後那個 呃 喔好對就是這樣 所以等一下大家有問題可以答在上面 然後Costcard官方也好像有共筆的方式吧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請 兩位呢先針對上面的題目來做回答 好 先請兩位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這是一定要的過程 我先介紹嗎 對對對 年紀大的先 唉唷 好 那個大家好我叫Richard 然後外號叫強哥啦 然後那個 呃 我要介紹什麼 好就是剛剛那個那個Rock講的 我原來在中演員 然後呢 我的背景喔 我不知道大家的背景是什麼 可能在座有人是寫城市出身的 有人可能不是寫城市出身的 那我就是屬於那種 不是寫城市出身的那種 我最後畢業的學校是這個 大學是政大法律系 研究所是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那但是我自己一直對於這個 就是軟體啊 自由軟體啊 開放原始嘛 很有很有興趣 也興趣參加社群 以前是PTT某個版的版主 OK 然後所以就是一個 不好說那個版 對對不好說那個版 對對對 然後所以就很會玩網路社群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從 14年的時候到中國發展 然後參加了一個startup 後來倒掉 然後又去了一家不會 可能我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倒掉啦 但是反正就是 應該大都不能倒 對對一家公司叫華為啦 大家應該聽過 就是曾經在華為公司工作 八年 然後最近剛從華為離職出來 所以我剛才能講這種玩笑話 你懂了 對對對 然後最近就是短暫回來 然後這個開月人聯會 我想知道大家是第一次參加的 你們舉個手 我看一下第一次參加 喔那太好了 那 那就是各位就是我們今天 覺得可以講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到底要講多難多簡單 好那知道了 來 喔還有暗裝啦 對 那個要幫強哥聲明一下 那個華為的那些木馬後門城市 都跟他沒關係 對 這樣沒關係 我跟他有喔 欸 欸 我沒什麼 對 我有敬業禁止啦 不是他 對 然後我是Blu T 然後我大概是從 可能大家有些人可能還沒出生 1998年 還沒出生可以舉個手嗎 好 對對對 那其實我那個時候也還很小啦 對 大概從那個時候開始跨入社群了 那是從卡拉格 這邊有南部人嗎 高雄有沒有 讚讚讚讚讚 假設南部人或高雄人的話 高雄有一個現在目前 不是全世界啊 可是全台灣最老最老的 一個Linux社群 叫做卡拉格 高雄 Linux User Group 那每個月應該都還有聚會 雖然我很久沒去耶 可是南部人可以常去 那最早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那加入社群 然後就一路被帶壞了 然後後來在大概是05年的時候 就創立Ubuntu Taiwan的社群 然後後來也到學校當老師 雖然我自己是 當時大學還沒有畢業 可是後來就去學校當老師了 然後現在在 術發部的資安院服務 那另外的身份是行政院的 公民創新中心之類之類的名字 然後擔任任性架構總顧問 如果對任性架構或任性不知道什麼東西的 就可以在上面提問 我們非常需要提問 因為在社群打空很久是老屁股 所以就反正一起上來 謝謝 你不要太任氣 差不多 差不多 今天如果講的內容有不了解的可以直接舉手說 因為這邊大家 其實不用麥克風都聽得到 對吧 很強行需要上課 那我們是不是要開始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原來是你來講 不是我 自由開運軟體為什麼對我們是重要 雖然有聽過但不知道它為什麼是重要 對不對 所以請兩位講一下為什麼它是重要 我現在簡單講一下 其實可能各位尤其剛剛舉手看出年紀 就從大家可能剛出生的時候 就覺得軟體這件事情已經是包山包海在這個世界上 你就覺得很自然可以用到 但其實軟體在非常久以前 在非常久以前 它是原始碼可以共享的 OK 那等到有一天呢 就是美國政府把著作全法 然後呢 用在這個軟體上面 變成是說軟體就要購買嘛 那其實呢 購買也沒問題 問題是你買到的書 你看得到那個書怎麼寫 你買的音樂 你能聽到這個音樂是怎麼怎麼編的 可是你買的軟體 你卻沒有辦法看到那個軟體怎麼寫出來的 所以說這是一個問題 那但是呢 這個問題雖然很大 但是呢 現在有一句話叫做軟體吞噬世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說整個世界的產業 各位請進啦 這個各位請進沒事了 對 來來來 來來來 對 對那 其實有一句話叫軟體吞噬世界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整個的世界 已經被各種各樣的軟體也控制了 其實呢 就是不管是我們用的通訊產品 甚至我們整個國家治理 還有企業上面的治理 都跟軟體有關 而又有一句話呢 在開源軟體這二三十年興起之後 又有說開源吞噬軟體 那為什麼說開源吞噬軟體 因為如果 不管你們寫程式 就是一旦 作為一個程式設計師 他這輩子是不可能 單獨的獨立造輪子 就是他一定是要利用別的開源軟體 或別的第三方軟體 然後來去改 來去修 尤其是剛開始學的人 你一定要是臨摹嘛 就我們寫毛皮要臨摹 那你要拿別人的call來看 那看久了就變超嘛 那超久變成超習慣了 所以就是 對 對就是軟體是拿來抄的 我們覺得抄沒有問題 可是是要用開源的方式來抄 所以撿 沒有切TP 那另外一個 那我們待會再講 對切TP 有他的好有他的問題 對 為什麼對我們很重要啊 喔喔喔 換我了是不是 OK 我們雖然在FB上面 他拍的照片 常被tag成我 可是 臉書的算法 覺得我跟他長得很像 我覺得還好 對 錄出來是 錄出來會播給誰 我看是不是要 我不想錄 喔沒有 好啦 好啦還是用 我剛看到有我以前課堂的學生喔 那應該會知道說 我在 相關的課程 大家都會說 喔 我突然間忘記了 你昨天太晚睡喔 對 那那個 就是 重點是知識 就是我們一般 像剛剛說的 知識是重點 那最早最早的大學 其實就是一個煙草場 然後一棵樹跟一個 一個那個 圖書館 這樣就是最早的大學了 所以重點是知識 就是能夠用任何的介質傳播下去 那人類才能夠進步 那在軟體圈的話 剛才有提到 其實我們常常用的時候 都是編譯好的軟體 除非說你會立向工程 要不然其實你並不知道其中的奧妙 不知道其中的精華 其中的演算法 對 所以如果說 這個世界是用這種 closed source的方式 就是封閉原始碼的方式 繼續下去的話 或者是說 我們再另外一個例子 如果最早已知用火 是被註冊pattern 如果圓形的輪子是被註冊pattern的話 那我們現在可能還在如貓陰寫 我們現在從各個城市到台北 還要走路的 所以在軟體界 要能夠把原始碼釋放出來 公開出來 我們人類才有辦法依據 這些累積起來的知識 一直不斷進步下去 才能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直不斷下去 對 那說到 這是軟體的部分 那其實在很多部分也是類似 像比如說學術研究 沒有人能夠從零開始研究 一定都是 如果說有 未來要讀研究所 或是大學做過專題 或什麼之類的話 一定都知道我們要說 前人的研究是什麼 prior art是什麼東西 你不可能一篇論文是沒有prior art 軟體也是一樣 所以 如果沒有這些social code 沒有開放的 我們就會停滯在這裡 所以 好 就是 這麼說 自由軟體 大家可能聽到是自由這兩個字 然後呢 開源軟體大家聽到的是開源 開源不是開源節流的開源 就不是賺錢的意思 就是說開源是開放原始碼的意思 那open source code 就是open是開放 source是指說 我看到人家寫的source code 我把它拿來用 因為source code是看得到 好我剛剛講 像剛剛blood體講編譯過 如果各位真的不知道 這個沒有寫過程式的話 簡單說就是 編譯前是人寫的代碼 人是看得懂的 就理論上學過那個語言 你看得懂 可是編譯完之後是給機器看了 會變成二進字 所以說呢 看多少寫過程式 對 有寫過程式你們舉個手 寫過的 好那不解釋 浪費時間 好 不好意思啦兩位 好 對 好 所以就是 簡單說 自由軟體 它的英文叫什麼 叫free software 那這個詞呢 又會讓人覺得誤解 free software 很多人說free 不是免費 對 free 在英文剛好這個詞 有自由有免費的意思 而在英文裡面呢 為了要去區分free software 是自由還免費 所以呢 真正我們就是 定義出來的就是 free software是自由軟體 freeware 就是把那個soft的soft 拿掉 freeware一般來講 會是比較只是免費的 免費就是我給你用 可是你一樣不一定 甚至就是不能看到它的原始嘛 我給你用 但是可能用一用之後 忽然說30天到了 你要付錢了 對吧 這些都是我給你用免費軟體的意思 或者是說 每次都跳出很多 要你去買正版之類的 對其實它也不是盜版 它就是給你用 然後讓你用上癮 對所以譬如說像是這個 我們經常開PDF Adobe Acrobat 我舉這個例子 它就是一個免費軟體 你可以去免費下載 免費去開PDF 但是它不是所謂的自由開源 但是自由開源這兩個詞 其實距離還是很大 你會說開源就是把原始碼開放 自由是什麼 自由其實是說 我能夠自由的去使用這個軟體 自由的去修改去學習 看這個source code把它去改 而且我把改出來的東西 可以自由的再送給別人 不管是送或賣 反正就自由的給到別人 所以這件事情跟傳統的著作權很不一樣 傳統的著作權是 我拿到之後 它就會跟我簽個授權契約 有契約之後它會限制我說 你不能給別人 你不能幹嘛 你不能幹嘛 而開放原始碼 或自由軟體 它都有一個license 來規範 而且是公開的license 不是說我對你這樣子 我對你那樣不適合 對每個人都一樣 OK 那你可以自由的去使用 研究 修改 然後再去傳播 大概是這樣 對 然後繼續補充 雖然它講到大部分的精華 對 我先講啦 不好意思 OK 沒錯 沒錯沒錯 OK的 對不對 那其實在分自由軟體這個free的時候 英文有個說free us free beer 就是它是像免費啤酒一樣的免費 或是free us freedom 真正的自由 所以當各位聽到一個freeware free software 或什麼不一樣 不太確定的時候 可能就要在確定 這是比較容易混淆的字 那其實也是因為這個free的字 可能翻譯起來會有不同的意思 以及種種其他的原因 所以後來才有所謂的open source 這個名詞出現 它其實有點也是branding 就是做品牌讓大家更能夠了解 所以才有open source的名詞出來 那其實如果open source 這個大家說自己的軟體是open source的話 只要你把source code放出來 而且是在使用者使用你的軟體的時候 有方法讓人取得它的source code 就可以被稱為open source 雖然這種方式是我們非常非常非常不推薦 也不鼓勵的 所以當我們聽到open source的時候 比如說某家公司 宣稱他們的軟體是open source 我們可能要再去進一步確認 所以你的open source到底是什麼方式 比如說現場有人聽過那個 什麼一頂紅色的帽子的那個linux嗎 我沒有講 我沒有講是哪一間的 你有沒有有講真答案 就誰講答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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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像某間有紅色的帽子做local的那間linux 最近又幹了一件事情 就是它明明就是取之於世界 可是卻沒有還之於世界 那它現在說它的linux也是open source 可是它現在版權 就讓它變得有點特別有點奇怪 不是說它的source code完全在網路上面 可以任人直接下載 它以前是 那它現在變成說 你要用某種特別的方式去跟它要 而且你一旦要了source code之後 可能你原本的訂閱就會被消失 對 所以它這樣子算是open source 它也算open source 可這並不是我們心中所覺得 這個世界會往好的方向發展的那種方向 open source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網路上面 有很多人很多企業很多公司 在宣稱自己是open source 在開發open source的產品 對 但是我們要進一步的去了解 它到底用的是哪一種的版權 對 那版權我們等一下會有另外的部分講 等一下再跟你 對 對 反正版權各式各樣各 對 法律的人等一下再來補充這一塊 對 那如果是自由軟體 就是最早最早最早推廣的自由軟體的話 其實真正就在讓世界進步的這個精神上面 有很多很多琢磨跟功夫 對 像比如說可以自由的分享自己的更動 修改 以及重新的 redistribute 重新發布 對 好 版權的部分 我想再講一個 其實 剛剛Blue T講到說開源 什麼才叫開源 就是 這個不叫做權威定義 但是算是業界通用的定義 就是有一個組織 叫做OSI 全名叫做open source initiative 它是一個就是 有去說什麼叫開源的一個組織 比如說它出了一個東西叫open source definition 當然你會說它憑什麼它是權威的 對吧 這個是另外的一回事 但是它總之就很早出來集結了一群開源的專家 然後大家去研討說怎麼樣叫開源 所以按照OSI的open source definition 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發布的所謂的開源軟體 其實它並沒有符合那個OSD 就是那個開放原始碼定義 比如說剛剛講到的centOS 那個島不是從版權的角度 它是從契約來限制 就比如說如果你 我舉例 因為那套軟體叫centOS 就是那個 centOS是fork出來的 對fork出來的 是紅帽現在搞的 是啊 是啊 對 那總之紅帽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繼續拿我的這一個 就是source code 你要跟我是有這個服務商務關係 簡單說 我講簡單一點 如果說你拿到了這個source code 你還是送給別人 那我跟你的服務商業合同就失效了 我就不服務你了 因為你不聽我的話 你把source code給別人 可是其實開放原始碼 就是我可以把source code給別人 所以它是用一個契約去限制的 這個開放原始碼的一個 這個legal的邏輯 所以說 現在這個什麼情況還不知道 如果有人起訴他 搞不好那個契約會無效 但是總之現在on going 第二點是前兩週還是上週 那個facebook就meta出的叫LAMA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那個一個語言大模型 L-L-A-M-A 就是LAMA 那一套其實也是 就是你可以在那個Github 因為各位 既然剛剛都舉手是這個 都有編程經驗了 我相信對Github應該是了解 所以就不問了 寫程式的經驗 寫程式不好意思 我有時候不好意思 這個兩岸用語我分不太清楚 對對對 真的我不太那個 好 寫程式的經驗 然後那個 你去Github的版權條款去看 他也會說它是open source 可是他自己發明那個open source license 並且說 他宣稱它是open source 但你仔細去看 他有一些條款是不符合 這個就是OSI的定義 那細部的話今天不講 因為今天是初學的新手課 有興趣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再share一些文章 都給大家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點 那我其實還想補充一個點 很多人會問我說 那自由開源軟體 是不是能夠做商業 它跟商業軟體有什麼不一樣 或者是它跟所謂的這個 我看一下上次講什麼 就是商業軟體 到底是跟自由軟體什麼區別 商業的對立面叫非商業 或者是公益性 OK 那自由開源的對立面 叫不自由不開源 那不開源是什麼 就是必源 所以說其實商業軟體 就是它拿來賣的 就是商業軟體 它可能大部分現在是必源的 但也有可能少數是用開源軟體 去做商業也有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想成是對立面 不要說你開源了 你就不能做商業 這是兩件事 開源的對立是必源 所以你必源就是 不讓你看只讓你用 開源就是讓你看 讓你用讓你改 你還可以再送別人 OK 簡單說是這樣 好 那我繼續補充 所以各位 各位 不是各位同學 商科習慣了 對 就是大家 就是 像剛剛講的說 開源跟商業其實並不是相反的 雖然說 在以前我們大年輕的時候 那種 還在奮青時代 可能會稍微有一點點反傷的情緒 不過 就是 就是 那就單純情緒而已 其實 對 那 那大家如果說 是在企業 公司 或者是個人 開發一些軟體 然後想要把它釋出 又 又想說 會不會因此 就 就以後沒有辦法拿它來創造營收 這其實是不用擔心的 因為 在 假設我們free software 自由軟體來說的話 它其實重點是 你不能夠販賣你的程式碼 你的程式碼 你程式碼本身 不要把它當成 不要把程式碼本身當成商品 可是你可以把它服務當成商品 像比如說 你放出一個程式碼 然後你有很好的文件 讓很多人開始使用 讓這個社群開始大 社群開始大 就開始會有其他 不論是大的小公司 或其他企業會開始使用 那這些企業 可能他們就10人的新創公司 沒有 新創公司可能三個人而已 三個人新創公司 開始用 他們自己沒有辦法養這麼多的人 有這麼多的技術資源 投資在這些基礎建設上 但是可能他們已經募款 募了什麼A輪 就1000萬美金之類的 他們有錢 他們希望說 好 我這些東西不要在內部 找人來專門支援 比如說資料庫 或者是一個什麼PHP語言本身 他們可以付費給你 讓你提供商業資源 所以服務本身是有價的 這個對於自由軟體來講 完全沒有任何衝突 甚至網路上還有些人 是把Linux做在隨身碟裡面 把它做成一個開機隨身碟 然後販賣這個隨身碟 它販賣隨身碟 以及把它裝在隨身碟裡面這個服務 所以它是完全沒有抵觸的 所以一個軟體 或是你們未來的這個產品 是否開源 跟是否能創造營收 是兩件完全獨立不同的事情 好吧 那下一題 時間快不動 有不動嗎 很怕 ok 對對對 想聽你們個人在社群方面 有什麼推薦 參與社群 對 其實講到社群 我剛剛忘記講一件事情 自由開源軟體的重要是來 很多人覺得說 因為這個東西有用 我們可以拿來用 但是在用的過程當中 你要去想這東西誰做的嗎 總是有一群人去做 不論它背後可能有公司支持 或它真的就是一個社群所做的 所以說在這個 Apache Foundation有一句話 叫Community Overcode 那Community是社群的 也是Overcode的 就是社群比代碼還要重要 簡單這樣子說 所以呢 我個人也參與社群很多年 那就從 就不講哪一年 然後 對對對 總之呢就是 CoastCover早期都是 也是一直在參與 然後這十年來 我在中國大陸 對也是在中國大陸 搞了一些社群 例如說 有個社群叫開源社 也是這個 當時我把CoastCover 很多精神經驗帶過去的 那其實 就是跨入社群的經驗 比較像是 我一開始先對這群人 還有這一些 TOPIC是有興趣的 我當時就覺得很好奇 怎麼有一群人這麼傻 他不要拿錢 然後還一起來做一個 Open Source Project 他圖的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一開始不太了解 參加之後才發覺說 其實台灣做公益很流行 就是說可能有人是佛教團體 有人是傻的 那我們就是一個開源教 我感覺就是 就是你開始認識這群人 你覺得很好啊 我參加開源社群認識的朋友 然後一起貢獻的一些項目 這個項目未必是一個 只是一個Github上的項目 不一定是一個專案 你可能是 像CoastCover的精神 Cover是C-U-P C是Coder U是User P是Promoter 所以我雖然一直不是一個 好的Coder 不太會寫Code 但是我是User 我用 然後我是Promoter 我可以去Promoter 所以說在這個圈子裡面 大家就形成了一個社群 這個社群也會互助 比如說這個 有個Side Effect 是好的副作用 就是後來我基本上 不太需要找工作 因為社群的人當中 就認識我 也知道我能幹啥 所以會幫我推薦 所以我自從 參加完CoastCover之後 我一路的這個 對不對 我不是在賣藥 但是就是 對對 但是就是我確實 就是因為認識很多人 然後包含我去大陸的契機 也是因為我參加CoastCover 在這邊認識 上海Linux User Group的人 然後他把我招到上海去 後來就一路 然後再從那家公司去華為 也是在大陸的Open Source Project 就認識很多人 然後大家互相介紹 所以其實我覺得 至少要解決我的一個問題 就找工作的問題 這很實際 但是大家如果笨的是 你為了想找工作來參加社群 那我是反對的 因為那是個Side Effect 它不是主要的 所以其實參加社群很多經驗 我覺得時間快 快沒講不完 先給你講 我原本想到他昨天喝醉了 頭腦不清楚 今天讓他先 結果沒想到他今天頭腦很清楚 把我想講 然後不能講掉了 對 那如果推薦社群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 CostCover如果算一個社群的話 當然參加CostCover 這是無庸置疑的 那不是因為 也一樣不是因為賣藥 因為現在等於說 CostCover是集結了 從以前 從第一屆 我們開始創辦的時候 應該是06年吧 到現在 那他集結了台灣幾乎所有社群 社群的 不管是不是精英 反正全部都在這邊大拜拜 所以從這邊 其實就是台灣所有社群的 幾乎是總和 對 那在現在的話 又更擴張到跨國 對 那另外一個的話 當然這就是賣藥 就是無邦圖台灣 如果你們有接觸Linux的話 無邦圖目前世界的 市占力最高的 桌面環境的一個Linux 對 那台灣的話 其實早期我們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努力的推廣 我不敢說 台灣的Linux環境 是無邦圖台灣 退起來的 可是我相信這其中一定 佔了滿大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當初是 直接全台灣到處跑掃街 到處發光碟 到處推廣 一直到跟有些政府單位合作 政府相關單位合作 當時 對當時的 對對對 那現在的話 無邦圖台灣的活動相對少 是因為我們 當時的一個目的就是 希望遍地開花結果 希望說不用再以無邦圖台灣 他們本身的民意 可是這些人隨時都在 然後可以在各社群 各個地方 大家自由的聚會 對 所以無邦圖台灣 當然是不錯 對 那另外的話 就看各個人 每個人不同的興趣 可以在CostCover晃一圈 其實真的有滿多不錯的社群 不過這當然要講到就是 加入一個社群之後 不是說 像是結婚啊 或什麼之類的 就一進去就 就叼住 就不能走了 沒有什麼法律效應的 對 所以其實你加入一個社群的時候 還是要去感受 這個社群跟你的痛調合不合 他做的事情 跟做的方式 或者他的所謂的leader 或是那些人 到底跟你的風格 是不是一致的 對 那不要說進入一個有毒的環境 對 那如果說 你們要 發現說 現在還沒有相關的這種社群的話 其實很可以在網路上面 直接發起一下說 欸 有沒有人對某某某東西也有興趣 我們要來聚一聚 那也許這樣子 再過兩週之後 兩個月之後 這新的社群就開始發起了 所以我補充一下社群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裡面 你去基於一個主題 你去學習 如果是這個已經它存在的社群 你去學習 你去了解 如果 然後你也 我也希望說大家去分享自己的東西 因為呢 甚至有時候 什麼叫社群 就是當你一直在分享一個東西 你很有興趣 有興趣的人就圍過來 比如說 剛好去年到今年 就是這個深層式AI很火嘛 所以說有人就不斷地 比如說 在網路上發他 他用Stable Diffusion做的一些圖啊 什麼之類的 發發發發發 就很多人說你這怎麼做啊 有興趣就來來來 他可能就變成一個Facebook社團了 對 很有可能就是 這個 你要自己去興起一個社群的事 一定要記得的是 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 而是說 確認眼神 找到對的人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我們確認說 我們都是一群喜歡分享 而且在分享當中互相幫助 所以說一個社群 其實可以參加 你也可以慢慢長起來 但是如果你參加一些社群發掘 到最後它是要你買課程啦 或是說 對 我說真的是有啦 我說 我不說誰啦 然後或者是說 不是說賣課不好 我覺得知識是有價的 我自己也有在教課 可是就是說 在社群裡面 它應該是一個公開的場域 如果它賣課 它用別的渠道 或者說它對於商業的 在商業激況開課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它只是塗的 它是一個流量口子 它把你收進來 然後想不想要好你羊毛 那這是不對的 或者是說假設 如果我們參加社群 想的就是說 好 我要去這邊塗點這 塗點那 我要去拿 我都不願意給 你這樣的心情 在社群當中也會被排斥 我也是有認識一些這樣的人 所以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不要心有所圖 我們就是喜歡它的core 的value 比如說它是做AI技術 它做 比如說大數據的 它做雲計算 它做什麼的 我們喜歡就去參加 It's okay 就這樣 時間要到了 趕快 我沒有寫 我不管我們想要講這個東西 呵呵呵呵 這我們願意 會不會來發展 對對對 那 因為我現在在社群資安院 以及就是PITIS 今天還有同仁一起來說 今天看我們講壞話 放心 我本來就不會講壞話 對 那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團隊 那我們這六個人 組的這個團隊 其實要做的是跟數位韌性有關 台灣的數位韌性 那一般人認為數位韌性 可能就是機器不會倒 然後網路不會斷 就是這樣子而已 可是我們團隊認為數位韌性 其實有幾個 那主要是說受眾在任何時間 都能取得它所需要的資訊或資源 那所有服務都能夠是可用 易用安心用跟好維護 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除了我們一般說的技術的部分之外 其實還包括所有知識的傳承 包含是技術文件 跟所有的 所有的開放原始碼 然後降低vendor lock-in 以避免說廠商賺太多了 就不幹了 然後以及說整個人 不要說人類 至少台灣的所有知識跟智慧的 長期保存可以一直流傳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做一些 像public code 或digital infrastructure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沒辦法講太多了 不好意思 我回覆上面一句 我就用一兩分鐘講 民間企業 為什麼要把自己的產品 open source出來 首先企業的目的是什麼 企業的目的就是賺錢 沒有其他的 如果說有個企業說我做工業 那不對 它肯定是假的 它一定是賺錢 因為沒有一個股東 願意投一個不賺錢的企業 OK 所以它最高原則就是要賺錢 那它為什麼open source 因為open source能賺錢 就簡單是這樣 那為什麼能賺錢 因為我用open source出來之後呢 我可能是一個後進者 那前面的有很多都是要 可能要錢的啦 或者是說可能市場規模很大 我就用免費的 那其實這時候啊 開源的免費的特性就出來 就可以很好傳播 所以它還得到很多market share 得到market share 搶佔這個市場之後 那我再把這一個市場當中 有可以付費的一些企業 讓它來付費 個人使用一般還是不會去收到錢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打法 那如果說在一個場域當中 所有人都open source 比如說現在數據庫領域 已經很多都open source 那就不只是看 這個東西是不是open source 是不是免費 而是這個東西到底 對於企業來講 它的導入啊 成本維護啊 然後這個長期發展 這個專案 是不是能夠活得健康 對它的軟體供應鏈是好的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是不是 對 好 再補充一下 就是以前的open source 跟自由軟體推廣 都是在民間 那現在其實開始有機會 是可以從政府的角度 跟政府的的人 開始也在接觸open source 也在推廣open source 也在推廣open source 相關的一些計畫 對 那包含在OCF 可能也可以看到一些 對 那未來的話 其實在 我這邊也會開始推廣 政府一些內部的計畫文件 釋放出來 以及我們會希望說 集中之治 跟集中之治 然後會有一些調查 然後從技術面到文化面都有 所以希望各位能夠一起參與 這樣 對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訂閱 按讚加分享 不是 那個Facebook可以加一下 或者是Twitter 或之類的 對 那相關的資訊 應該我們上週會找到 就是Richard Lin 跟BlueTea Lin 搜尋一下應該都會 謝謝 那時間是不是講完了 Github有回答 沒有耶 Github以外 哪裡還可以參加開源的專案 其實很多啦 對 超級多 首先 我建議大家 不一定要從Github上去找 Github上很多的專案 不一定是我們剛剛講的 真正健康發展的開源的專案 因為你只要有code 都能往上放 所以你可能看到一個東西 它搞不好根本沒有想open source給你 它只能往上放而已 OK 比如說JavaScript的這個code 你都可以直接 F12就可以看一下了 那不是開源啊 那個東西就是你看得到而已 它沒有時候給你用 所以呢 你最好是說 對某個領域技術有興趣 你可以先選領域 比如說好 我選AI領域 那這時候呢 AI有什麼 你可能看 我是不是要研究TensorFlow 還是PyTorch 或者說比較新的 比如說LAMA等等的 我對一個東西有興趣 然後我進去看 它一定每一個健康的 成熟的社群 你都會說我有個論壇 或者是我有個Github issue 可以去討論 甚至Discord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進去看 然後甚至你可以找尋你附近的人 有沒有興趣 或有沒有老司機可以帶來路 對吧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自己去摸手也OK 但是不一定是從Github上 一般是自己的東西擺Github上 但是你 它最後是從它的專案主頁 再會連到它的Github的那個repo 就Repository這樣 所以 不用特別先從 那你想找有趣的專案 可以去看training 對 大概是這樣 如果英文OK的話 Hacker's News 我覺得是個蠻好的地方 對啊 打Hacker's News 搜尋就有了 好吧 是不是講完了 好啦 那我講個廣告行不行 就是如果大家對於開源發展 今天來這個會 那假設你也有興趣 就是到中國大陸參加這個開源會 因為我也是中國大陸的一個叫開源社 的一個這個組織者 那我們今年10月底在成都 有辦個中國開源年會 就假設啦 你想去成都玩玩 然後順便去參加開源的活動的話 歡迎聯繫我 我那時候會在那邊 好 廣告完了 好 好 謝謝兩位講者 對 結束了嗎 對 結束了 對 那我們OCF有攤位在那個三級啊 走到底左轉那一間 好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我們的攤位 好 謝謝兩位 好 謝謝 我說有興趣可以加我Facebook或啥的 反正就是 可以聯繫一下 對 有興趣的話可以 還有更多期間 Nit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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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